有全台最有钱YouTuber称号的超哥 今年开始经营连锁炸鸡店 果然造成一股轰动 Toyce近日在自己频道化身美食公道博 不仅公开了网路上的评价 还拍了试吃影片 以个人口感点评餐点 很像在吃面粉 不过没想到的是意外拍到店员将用过的油道录按向水沟里的过程影片 于是Toyce当起侦探请摄影师前去查看结果发现了这样的景象 水沟盖上充满油渣而且完全没有要清洗的样子 画面曝光后超哥的炸鸡店也遭到网友们踏伐 认为店家乱到厨余真的很没功德心 随后涌入分店评论区洗版 店家也亲自出面解释 废油都是可以回收卖钱的 店员倒掉的只是清洗的水而已啦 不过该回应目前医师已经被删除 之后有人出面帮忙还家 可能只是店员懒惰没有照正常流程处理 才会出现这样的景象 现在两派说法不一 大家怎么看这件事呢